音樂 這是我第一部8K HDR做的 八家鄉的這個以前 你覺得看不到這種8K的 這麼多細節 的確或許您說不出來 是多了哪些細節 但要是從整體的觀賞感覺來分析 從主流的Full HD到新一點的4K 再到未來的8K畫質 看影片就像是在看真實景象 這絕對是未來的關鍵趨勢 4K相當於Full HD的4倍 就是人眼睛一般都是會進化的 就是說當初從DVD時代轉到HD時代的時候 大家很強烈地感受到整個畫質的提升 當人們接收到4K訊號之後 你真的要再加它回去 它可能就已經沒辦法再滿足了 他是屢文員 幾年前替不少面板廠拍攝示範影片 像2011年的烤鴨片 不光是在專業的展覽中 甚至連許多電視機賣場 都能看到這部作品 後來就有許多人開始叫他4K照付 我以這個畫面為例 他的頭髮中間的層次你看 他除了逆光勾到的這些最光的地方 最亮的地方 他的暗部層次其實仔細去看他的話 你會發現他頭髮一直一直的層次 都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然後包括還可以看到 他頭髮裡面還有調染一些特色的顏色 那個已經接近我們生活中肉圓去看到的光亮了 其實能讓大家都愛看他的作品 宇文員的學習之路並不輕鬆 因為小時候愛畫畫 立志要成為漫畫家 16歲的時候他獨自從嘉義北上 希望能實現夢想 休學這一年的期間去打聽了一下 附近上工的學費啦 發現說我要打很多工 我才能夠存到這筆錢去上課 所以說也嘗試了很多工作 去刷油漆啦 去工地裡面幫忙搬運工啦這些 只要錢多的我都去做 雖然是順利入學 但生活壓力依舊存在 宇文員決定從日校轉到夜校 白天到拍片公司上班賺錢 而也就是這樣的改變 算是真正開啟他日後 賴以為生的影像創業之路 繪畫的技巧極大化的發揮 甚至包括做到揮動的腳本 就是說所謂的動態Motion Ball 有一次一位帥帥的乘客拿名片給我 我以為是搭訕 有一次啊 一位帥帥的乘客拿名片給我 他開始我以為是搭訕 結果 當初畫完的腳本 scan 掃描到電腦裡面來之後 開始去把它拆解成動作啊 在台灣的話我覺得我應該是算第一個 藉由拍廣告的過程 宇文員打下紮實的導演基礎 再加上他有愛玩新技術 在成立工作室之後 8K就成為他最新的獨門優勢 這一台縮實影片的使用的相機 其實是一台機背 是一台一億畫素的機背 這是平面專用的攝影機 然後我就很瘋狂的把它拿來拍縮實的影片 以我製作8K的這些過程 我沒有師傅的 我沒辦法有師傅 因為你沒有前面的一些前輩 或是前例可以讓你參考 有時候在拍攝現場的時候呢 我跟攝影助理 我們兩個都會討論一下 比如說這個膠 它沒有把握 沒關係 我再來一次 我可以多拍幾次 不同的焦段這樣子 那在後製的時候呢 我比較保險 度過了摸索階段 宇文元的事業開始跳脫 競爭殺價的噩夢 開始轉向到以技術優先的商業模式 現在背景上面的這一部 它算是 據我所知是全世界第一部 8K的電視廣告片 可是相對的 中間吃的苦頭也不少 因為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包括吳彥竹 頭上有一小根頭髮跳起來 沒有理得很乾淨 在8K上面看都看得一清二楚 然後包括一些大特寫的時候 臉上的一些毛細孔 不只毛細孔 還包括臉上的一些寒毛 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二十多年的拍片之路 不光是讓宇文元擁有一間光設備就300多萬的專業官片室 而且還已經付清台北住家的四千萬貸款 對於任何想和他一樣 從事影像創作的人 宇文元只有一個建議 掌握新技術 成功的機率一定比別人高